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C 这次为你们带来了2019第二季度的更新内容 本季度我们也精心准备了大量的高质量更新内容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好奇吧 请稍安物造,整片马上开始 注意,由于版本内容还处在开发阶段 视频中包含的游戏截图或视频可能会跟实际版本有所出入 请以游戏内情况为准 经营悬赏第二季将围绕CSOnline背景故事第一章起源为主题展开 起源发生在CSOnline世界生化病毒首次为正式存在的那个年代 本季度的限定道具都与这个时代有关 专属武器和服装也将正式推出 本季度最高可达到60级 提升季度等级可解锁各种非常有趣的第二季专属限定道具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生化文法更新 第二季度中将增加一个提升玩家游戏体验的平衡性系统 并且一部分生化技中的强势武器将可以在游戏最初阶段就能解锁使用 当然,作为对僵尸阵营玩家的补偿 僵尸阵营也会根据以上变化进行平衡性调整 此外,全新的僵尸和地图已经在准备中了 相信可以给大家提供各有趣的体验 请多多期待 接下来将为大家介绍关于双城改版的内容 正在开发中的全新游戏商城 将会有更多途径让大家购买到心仪的各种道具 可购买的商品道具将会持续性进行更新 让大家能够更好地进行游戏体验 我们计划在之后推出玩家帮助 百科全书 反恐精英online今年将会迎来11周年 游戏中也汇集了数量庞大的道具和模式 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游戏体验 我们打算以百科全书的形式为大家提供信息便利 百科全书中还包括推荐武器或角色 各种道具的性能介绍、模式、地图设定及玩法等 相信大家一定对这些内容满怀期待吧 等功能上线后 大家赶紧来体验百科全书的便利吧 缔造者更新内容 1.缔造者大厅优化 最近缔造者流行哪些地图? 这张地图是不是我感兴趣的类型? 我到底要不要玩这张地图? 大家可能时常产生这样的疑问 为了让大家在缔造者大厅中 就能更好的对想要游玩的缔造者地图进行判断 所以在这次优化后 我们将会在大厅加入更多的缔造者地图信息 相信之后 大家能够方便地找到想要体验的缔造者地图了 缔造者更新内容2 更新Lua脚本功能 我们正在准备一些全新功能 以便让玩家更好地释放自己的灵感与创意 还请多多期待 关于Lua脚本功能 我们也期待各位缔造者优秀玩家 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我们将会充分参考大家的提议 提供更多更好的游戏内容 缔造者更新内容3 生化技优秀缔造者专属奖杯 欢迎诸位缔造者大神 多多进行生化技主题缔造者地图创作 充分利用更强大的Lua脚本和缔造者功能 创作出你心中独一无二的生化技地图来吧 得到推荐的生化技地图者作者 将可以获得生化技专属奖杯作为嘉奖哦 此外以后我们还将不断更新更多地图者相关内容 敬请期待 第二季的新霸主武器形象 是一双装备在双手上的机械臂 但其实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远程武器 作为最新型霸主级武器 这次我们在功能和外观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新霸主武器战斗时 既可通过机械臂进行机箱扫射 也可蓄力发动激光射线 用恐怖的爆发伤害将眼前的敌人统统融化吧 第二季的新超凡角色的主题是天空的支配者 为了阻止愈发强大的僵尸 而出现在天空的神秘强者 他们的到来会产生怎样的故事呢 本次的两款超凡角色 也将拥有国服的专属配音和游戏中特殊功能 大家一起来多多期待吧 该来的终究要来了 大家翘首以盼的曾经王者 即将以全新面貌回归大家的视线 那就是黑龙炮加6 黑龙炮通过间接强化加6后 仿佛被龙燕洗礼一般 拥有了熔岩皮肤外观 在近距离火焰喷射能力强化 还获得新的远距离特殊攻击能力 大家是否已经准备好 紧接强化出这把脱胎晃骨的黑龙炮加6了呢 本季度内容是不是很丰富 再为大家总结一下 精英悬赏第二季度开放全新主题奖励 生化玩法大更新 缔造者优化更新和生化Z奖杯形象公布 霸主武器超凡角色黑龙炮加6 此次的更新内容 小C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以后也会准备能让大家更满意的丰富的更新 祝大家游戏愉快 我们下一季再见面吧 拜拜